我们一开始 因为它是一起做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先把绳子 那怎么用绳子会比较好用 雷师傅我们一起用手掌把它撑开 你就把它穿过我们的脚 那其实像妈妈们 你们是可以坐在椅子上去 套上这个袋子 把它放在这个膝盖骨的上缘 就是肌肉的地方 那你稍微撑撑看 像雷师傅它绑成这样 原本袋子应该是要比较宽的 然后它就是有点缩在一起行吗 在用上去的时候 我会帮我的学生稍微拨开 其实就很好用了 我们来做第一个动作 体态的关键是哪里 我们的胸骨 胸骨就是脊椎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双手扣在一起 劈气的时候把手往上延伸 而且我希望你的身体可以向后弯 那这个时候脊椎是往后做一个延伸 好 再慢慢地从头开始一节一节地卷曲向来 卷起来 卷到肚子的时候呢 你要感觉腹部的地方是收紧的 其实它的效果跟做仰卧起坐是差不多的 我非常强调的第二个重点是呼吸 如果你运动但是你的吸气量不够 你的身体还是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 好 我们回到中间 所以待会在运动的过程 我希望你的吸气是透过鼻子 而且是鼻子呼气 那这样子的过程 你的吸气才能够很干净 很完全地送到你的肺胀 回春最重要的第二个关键就是 呼吸必须是充足的 透过你的鼻子或者手去感知 呼吸还在不在 那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整个脊椎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来学怎么稳定我们的脊椎 你一样透过吸 呼气慢慢地膝盖弯 这样子才是安全地卷曲下来 双手去找地板 那手掌把它贴稳 先保持我们的肩膀跟手腕 是一个垂直的位置 好 双脚慢慢地往后走 我们的肩膀就不移动了 好 那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误动作 就是屁股敲很高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做不到我们的肚子 把屁股往头的方向推 好像前面有一个镜子 你一直要往前走 那在这个时候 你的腹部就会做一个 很强力的用力 吸鼻子 呼鼻子 第三个吸 雷师傅感觉如何 呼 地板有味道 好 我们双脚慢慢弯曲往前走 还没有 这个每一个过程都需要非常地小心 这些动作为什么跟脚上绑 这个弹力带有关 它可以加强是吗 果然 因为我们有第三个最重要的 下肢的准备动作 大部分50岁以上的爸爸妈妈 他们最常出现的第二个伤害是哪里 不是脚 不是脊椎 是膝盖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 他的下半身的肌力呢 才是回春的关键 而且要找回 帮助下半身稳定的肌肉 是哪里 臀部 双脚打开得比肩膀宽 那第一个重点 请记得你的脚尖的方向要朝前 而且你的大腿要去推开你的丝袜 或者是那个弹力的绳子 有没有感觉 那当你一推开的时候 你的臀部的肌肉就开始工作了 开始收缩了 它是一个保护膝盖的机制 很重要 好 现在师傅我们屁股 慢慢地往后推 推到90度 OK 好 这是准备动作 右脚的膝盖 把绳子往外打开 好像要把你的绳子拉断 再回来 好 五次就好 呼气 吸气回来 那我们的过程都是 透过鼻子呼吸 吸 呼 吸 会非常地有感觉 但是它非常地保护膝盖 如果你的感觉会是在这个屁股两侧 恭喜你 做对了 先让双手扣在一起 第一个动作脊椎 吸 往后 呼气 缩紧 肚子收 刺激腹部 吸 收 感觉肚脊往内一压就正确了 吸 后背的肌肉会用力 往前 肚子的肌肉用力 慢慢直接顺势蹲下来 双手贴在地板上 好 雷师傅慢慢往后走 屁股再往前推 好 在这个时候 你不要数时间 数呼吸比较重要 好 吸 呼 三个呼吸后 慢慢地走回来 每一个过程都要保护身体 手再扣住 慢慢地站 卷曲身体上来 一个后弯 好 回正之后 第三个蹲 双脚打开比肩膀宽 脚尖朝前 我们一起往后 屁股蹲 好 右脚呼气 吸 呼 吸 第三个 呼 吸 换左边 好多学生喜欢憋气 做完运动之后 整个人是情顺顺 这样很难看 马来西 呼 哇 太棒了 谢谢 这是 谢谢